好 当然啦 我们要去关心我们的林玉婷 这个林玉婷连日来在上场之后不断地遭到霸凌 张军你怎么看 在全集这个女子57攻击当中 她好样地挺进了金牌站 挺进了金牌站之后你就发现 哇 绿宇的支持开始出来了 有没有 好 当然第一个开始编她的就是哈利波特的这个小叔 J.K.罗琳 那之前她就不断地质疑林玉婷 那现在很多网友 因为林玉婷说实话 你的外观特征跟你真实的性别 生理的性别 有时候不见得一样 很流行啊 像我以前头发也剪得短短的啊 对不对啊 很多女生现在流行这样 所以在外观上来讲 大家越来越趋向中性 每个人的审美观跟自我判断不太一样嘛 这是每个人价值更何况运动员 头发都是剪得短短的 然后所以呢 很多很多网友 拿全世界各种外表看起来比较男性的 女性运动员的照片 去告诉J.K.罗琳 你看有这样有那样 并不代表他真实的生理的一个性别 就J.K.罗琳多呛 他怎么说呢 你们这样讲 就像是拿不同形状的马铃薯 来证明石头可以吃一样 我看得出其中的差别啊 你们看起来很可笑 我看了一下 J.K.罗琳市的傲慢 那当然他已经是不是这个第一次去呛我们的这个林玉婷了 然后呢 你就看到这个赖庆德在脸书上 林玉婷从被从竞奥运被霸凌到现在为止 赖庆德终于在脸书上开始力挺 我则请 我则请体育署务必严正表达抗议 采取相应法律作为 让选手上场无后顾之忧 报告总统 林玉婷已经好不容易打进金牌了 在我们的政府还没有动之前 他靠着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强大心理素质 然后总统讲话了 行政员立刻说 证据都搜集好了 法律面赛后再进行 要比赛后再来进行 好 当然这个林玉婷非常的正能量 被问到的时候到此刻为止 他没有口出恶言 然后他还挺有幽默感的 我们台湾的珍奶很有名 各国选手都在问我的珍奶徽章 有的直接把他抢走 真的造成蛮多困扰 他把他的注意力全部放在这些可爱的面向 这些温暖的面向 跟正能量的面向 但我要问一下张将军 你怎么看待我们的政府 今天很多人觉得 就是怎样 如果林玉婷没有挺进金牌 没有挺进金牌站 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政府力挺吗 然后政府的现在才是搜集证据 然后要赛后再来 赛后再来做这些事情 你觉得这样够吗 我认为政府应该尽早 在第一时间就应该出来帮林玉婷来说话 因为不要让他一个人孤军奋战 因为代表我们国家去参加奥运 现在都是民众 对 我认为不要 我认为到8月7号再出来讲话 我认为让林玉婷在那边一个人 面对整个大家的质疑 对 政府应该是选手最坚强的后盾 除了人民之外 应该是这样子 政府的力量很重要 对 永远就要站在前面 就要挺 要帮那个我们讲的帮林玉婷来排除所有障碍 他从国小就是女生了嘛 这个很清楚的 身份证就是啊 就是从国小一直都是 这还什么问题 他在2012年就参加开始女子的这种比赛了 这种拳击队的比赛 他都是以女子的身份 都是以女子身份 而且我们台湾在这一方面 男生男生女生女生的分得非常清楚 你看从国小的时候就有男女分班 所以大家就很清楚 从小的时候就变成性别定位了 大家都很清楚了 当然了这个JK罗林玉 这个全球知名的这个作家 他的这个哈利波特 在这个台湾也卖得很棒 今天很多网友说 后悔看了他的哈利波特 等于是帮助他赚钱 也间接造成了他今日的傲慢 不管如何他有极高的声量 所以他这样讲说实话 那是那是他的自由 他的选择 或者说他的一个认知错误 但是我们政府该怎么做 我们这个这个奥运呢 他有医生跟着过去的 医生的话可以把这些啊 他既然有这个方面的争议 可能之前会有这些声音出来 把这些相关的证明文件呢 先带去 大家杜悠悠之口 大家可以看这些相关的资料 不要再去做化验或什么 那这样子的话 对李玉田来讲是一个侮辱 所以你觉得赖清德的这个声援 是不是来得有点迟 太晚了 而且之前的话就超前部署 医生马上把这个证明打出来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证明都在这个地方 而且他已经比赛了 从2012年到现在2024年 比赛多少场次 这方面都没有问题 这会让大家觉得 好像赖政府有点现实 我认为他 挺进金牌战之后 就声援才开始了 对有一点点 我个人有一点点就是反应迟钝 这应该早一点点 有很多东西要4000都设想周到 可能别人的质疑 可能别人的问题会提出来 这个时候我这些相关的证明文件 都有了 大家来看来做检视 让这个林玉田 不然林玉田他会造成很大的压力 对 还好他的心理素质也算是蛮强大的 对大家要质疑他 然后就没帮他说话 到最后才帮他说话 那他之前面临的压力是多少 他一个人单独面对 那我们先来看 刚才讲到的 这个乌克兰女子的跳高选手 这个马弗齐克 他能够这边呼呼大碎 他在乌克兰战场上 都已经呼呼大碎了 那个枪林弹雨的 那随时他都呼呼大碎 现在这个奥运对他来讲的话 是小意思了 在那种实力逃生的状况之下 他都还能够睡得那么稳 到这边奥运战场 这种和平 以和平为主的这种战场 对他来看 对 当然这个乌克兰 乌克兰受到全球的关注 家园残破 整个国家被打成了黑白片 所以他在这个 夺冠在颁奖的时候 真的全场极为 这个热烈的一个掌声 但我都相对的 因为奥林匹克的精神 其实就是公平 然后所以说在这个场上 我觉得今天三位来宾都讲 我们好像没有看到 那个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 太多太多的政治介入 好 另外呢就是 我觉得一个悬案要追踪一下 就是王楚清的球拍怎么断的 那当然到此刻为止 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不能轻轻放过 那大陆也为这个青年报的这个记者 用英文写了一封信 特别给巴黎的奥组会 要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那奥组会就发了一封满长的信 深表遗憾 也强烈提醒所有摄影师 要留在指定的摄影区 到此刻为止的最新回应 还有你记不记得王楚清 后来呢 他后来呢 他在比赛的时候 在那个走道上 说有一位女记者去撞他 那当时因为没有画面嘛 只有文字描述 说什么他本来走在左边 然后那个右边那个女记者 就绕到左边来去撞他一下 当然这文字的表述 你会在想是不是碰到什么障碍 所以他临时转了一下 不小心碰到呢 不是故意呢 你王楚清是不是想太多了 很多人也会这样想 就今天画面有公布 有视频公布 我特别仔细看了那个视频 而且它是两个不同的角度 第一个角度就是从正后方去拍的 你就看到那个女记者 非常非常明显的 真的是去恶意冲撞王楚清 然后你看了这个角度之后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王楚清 背后拍的 一个是从女记者后面 一个是从王楚清的背后 更明显 那个女记者真的就是满脸怒火的过去 就直接去撞这个王楚清 我看了之后 我真的是觉得非常愤怒 不是因为他是中国的选手 我觉得任何比赛场上 不应该出现这一幕 那当然因为还好有影片曝光 而且它是两个角度 你如果说这个角度 因为这个视角的关系 可能拍的不清楚 但是另外一个视角 两个角度比较起来 真的是真相大白 变无可变 所以这个女记者呢 目前已经被禁止 进入奥运赛场 太恶劣了 瑞典的女记者 大家记得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